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成为了一个万人迷 2003年 刘碧莉离开马来西亚 来到香港 凭借自己的美貌资源 以模特身份出道 入行捞金 四年后 她参加光线传媒举办的模特大赛 荣获最佳封面模特大奖 有了荣誉的加持 以及万人瞩目的热点 再凭借美貌 资源 机会也会接踵而来 刘碧莉深谙辞道 所以在此之后 她在娱乐圈的发展 才会视如破竹 2009年 刘碧莉出现在香港电视台 她以主持人的身份 主持了一档消费类的节目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一年后 她凭借自己的明星热度 被龙利奇公司邀请攀摄一部音乐电影《江南之恋》 2012年 她涉足影坛在功夫电影《太极一》 从零开始中拿到一个角色 扮演方子静的外国女友克莱尔 2014年 刘碧莉参演了一部动作喜剧电影《倒马记》 从模特变身为主持人 再由主持人变身为演员 刘碧莉做了几番尝试之后 发觉无论怎样 辛苦付出 都在资本运营下面的一个阶层 想要谨慎上流社会 这种方式速度太慢 于是 她拍了几部电影之后 将捞金的目光转移到了别处 对于某些漂亮女人来说 找到一个大金主 或许能够改变命运 但是如果没有手段和智谋 这条路危险重重 太多变数 然而 对于一个有勇有谋 还有美貌的女子来说 这条路并不难走 刘碧莉成名之后 身边并不缺乏追求者 但是她的眼光很高 所以她跟陈柏玲谈了三年的恋爱后 单方面宣告了分手 女孩子长大之后 眼界变得宽广了 野心自然是水涨船高了 2014年8月 刘碧莉被媒体爆料 揭露她疑似 借足贤米华与贤米嫂 陈慧玲的婚姻 彼时的贤米嫂刚刚怀有身孕 老公就与一个美貌的女子 出双入对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被绿的节奏了 贤米华原名周超华 因为长相酷似电视剧 城市故事中一个叫贤米华的角色 因此后来被人叫做贤米华 周超华 虽然小的时候读书不多 但正是因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出身贫寒的他 凭借自己在赌场打工 摸索出的一套独有的经营之法 先后获得了崩牙居和梁安琪的赏识 曾经是他们的得力助手 后来澳门赌业走向正轨之后 周超华成立了太阳娱乐文化城 凭借自己独到的经营之法 生意做得丰盛水气 快速积累 身家高达50个亿 周超华不仅懂得经营之道 而且还懂得将财富回馈社会 他积极参加慈善事业 社会口碑与名望 也是混得响当当的 这样的男人有事业有眼光 人精明能干 自然吸引了很多女人的倾慕 这其中就包括刘碧莉 周超华的太太陈慧玲 长相酷似萧亚轩 跟周超华也是二婚 周超华与前妻有个儿子叫做周伯豪 她与后妈陈慧玲相处不错 而且周超华的父母也很认可这个儿媳妇 所以稳坐东宫之首的贤米嫂 对于那些围绕在老公身边的 莺莺艳艳艳 没有太多的在意 她觉得那些女人 不过都是昙花一现而已 对于老公来说 她们不过是一些露水情缘罢了 但是刘碧莉的出现 打破了她的这个认知 2014年11月 贤米嫂 陈慧玲刚刚怀二胎四个月 12月份 香港媒体就爆料身体又怀孕迹象 随后刘碧莉的经纪人 默认她确实有喜了 从时间线上来看 刘碧莉与贤米嫂相继怀孕 一场多夫大战一触即发 贤米嫂虽然稳坐正气之位 但是肚皮却不太争气 入了周家之后 只生了两个女儿 反观刘碧莉就不一样了 她在此后的五年内 相继为周超华生下了三女一男 在继承人这一项上 她占了绝对的优势 刘碧莉与贤米嫂之间 明争暗斗多年 或许是因为贤米嫂不堪负累 还曾经跟周超华提出过离婚 但是离婚就意味着要分割家产 周超华不想损失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2019年 周超华和刘碧莉提出了分手 刘碧莉得到了高达三亿的分手费 也不算吃亏 而且她做小三的时候 周超华出售大放 送给她的豪宅财物也有近二个亿 另外她这边还有四个子女 暂时的分手不代表情断一绝 因此她并没有感到失落 转身就在英国买了一个大庄园 开始搞起了生态农场 怎奈她时运不济 农场刚弄起来没多久 恰逢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 英国的很多产业受到影响 她投资的生态农场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反观如今的贤米嫂陈慧玲 她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成为了周超华的强力助手 这是一场夺米大战 最终谁成赢江依然是物理看花 据媒体爆料 贤米嫂前不久还曾远赴国外 看网游臂力 由此看来 两个人之间依然是藕断丝连的关系 小三母平子贵 还有一个未来可能继承 周家大业的小世子 对于贤米嫂以及长子周博豪来说 绝不是好事 所以贤米嫂近几年来 一直在全力冲刺事业 前不久 贤米嫂不但受到成都市委员会的邀请 参加了会议 而且还成为了颁奖嘉宾 开始角逐澳门夫人的选举 另外 她还成功获得了瑜伽的牌照等等 如此看来 贤米嫂 火力全开的这一波操作 如同神来之笔 试问哪个事业成功的男人 不需要一个与她身份地位对等的夫人呢 长得漂亮的女人多的是 带出去参加宴会 满足一下男人的虚荣心 或许还可以 但是到了商界和政界的正式场合 还是尊贵得体的夫人 更有面子 正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 贤米嫂近几年的作为 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 远在英国的刘碧莉 也是深谙辞道的女人 她在英国以专栏作者的身份 重新回归大众事业当中 而且还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 大肆宣扬他们三个人的故事与密文 一时间 也是风头无量 吸引了大众的注目 与网友的热议 不过 舆论的导向 不是小三能够左右的 网友给出的犀利点评是 想要树立读书人的形象 还是先向鲜米嫂公开道歉吧 毕竟伤人家那么多年 但是对于这样的谴责 刘碧莉既然敢做小三 自然不会在意这些口诛笔伐 她桃花依旧笑春风 带着几个孩子 在英国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只要有孩子在 贤米华就不可能不管她 这也是让贤米嫂最痛恨的地方 面对如此强大的小三 贤米嫂只能拼尽全力 维护自己和孩子们的权益 回归家庭之后的周超华 增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2019年 在为贤米嫂庆身的生日宴上 周超华还兴致旦旦的声明 周太太只有一个 而且还附上了一张 全家私口的照片 网友们看到这样的幸福画面 以为他们修复就好了 但是在去年7月份 有媒体在泰国拍到周超华和刘碧莉 在海边度假的照片 铁证如山面前 藕断丝联的密会 再次曝光 原来所谓的回归家庭 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奇人之福 罢了 纠缠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周超华 不仅要做好一期一切的调停工作 还要把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 想必偶尔也会焦头烂额的烦恼 周家这场夺米大战 将来或许会演变成继承家业的世子之争 刘碧莉这边有一个亲生儿子 陈慧玲那边有一个妓子 究竟谁能夺得霸主地位呢 豪门之家的那些恩怨情史 虽然多如牛毛 但是做小三做到全球皆知的 刘碧莉当属其中一位 生而为人 每个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各不相同 过得开心一点固然重要 但是别让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才是一个人活得坦荡从容 无愧人性的样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